泰国羽毛球大师赛昨日结束 闯入两个单项决赛的中国队夺得两金一银 由此结束自一月初以来连续四周的四战世界巡回赛 本战比赛战至半决赛时 中国队有两名男单、两名女单、两队女双、一队混双进入四强 半决赛中女单韩月和张艺曼击败各自对手 胜利会试决赛 混双冯燕哲黄东平亦击败一队日本组合进入决赛 时宇齐和李诗峰则分别不敌中国台北的林俊逸和中国香港的吴嘉郎 无缘决赛 两队女双星组合刘璇圈李温妹和谭宁夏玉婷分别赋于韩国的白河纳李绍兮和泰国的本亚帕伦塔卡恩 周日的决赛以国语女单内战开始 7号种子张艺曼以15比21、21比13、21比18击败队友韩月夺冠 结束了自2019年年底越南大师赛夺冠以来长达三年半的冠军荒 开年的比赛张艺曼的千运极差 前面三战高级别公开赛都在首轮遇到队友 且都落败 这一战比赛张艺曼和韩月重演了去年11月在海陆公开赛上的好戏 两人最终会失决赛 唯一不同的是结果 张艺曼终于迈过了队友这关 夺得这战超级300赛冠军 混双决赛 冯彦哲黄东平先输后赢 以18比21、21比15、21比12击败韩国组合徐晨仔蔡右丁 连夺两战比赛冠军 这也是黄东平连续打入的第三战决赛 其他三项决赛都以2比0的大比分结束 南丹冠军归属中国台北队的林俊逸 南双冠军由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夺德 东道主组合本亚帕·伦塔卡恩女双登顶 至此 2023年年初四战连轴进行的比赛终于结束 国语在马来西亚超级1000赛 斩获两金一赢 在印度超级750赛 夺得一金二赢 在印尼超级500赛获得两金两赢 最后以泰国超级300赛的两金一赢收官 国语自1月6日出发马来西亚以来 辗转印度、印尼、泰国 部分队员更是全勤参加了全部四战比赛 旅途奔波和连续作战带来的疲劳都到达高峰 本周将是难得的休整时间 部分队员将在下周前往迪拜参加亚洲混合团体锦标赛 新一届的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亦会与本周末在临水展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